好,那再来我们要开始做那个录影的部分 所以今天有三个大的部分 第一个部分就是录影 那因为各位老师现在上课都用Meet 所以你一定是用桌面录影 那所谓的桌面录影就是直接录你的桌面 那或者是说刚刚那个webcam打开 在Meet画面下 然后你的那个 你直接用那个Visualire那个软体 然后直接照你老师上课 照老师上课的状况 然后他这有自动对焦看一下按钮 然后他也有调那个量 调感光那些的 但是各位老师你要注意哦 你用这个外接的去 如果你在就是在用这个软体操作的时候 他是没有那个美机功能的 他没有美机功能 好,除非你是从那个Meet的画面那边出来 好,就是你你Meet这边 Meet那边你开那个你的Meet的那个视讯镜头 从那边才有美机功能 好,才有那个其他的AI 带背景的功能 好,所以这个是留意一下 好,那所以 我们桌面录影会需要一个软体 那需要软体的状况下呢 其实 软体有蛮多的 蛮多的 那早期呢 我们会推荐那个 Ocam 那可是Ocam他 因为他有一阵子 他在安装的时候 他会把那个挖矿机给装进去 那所以会导致那个大家的电脑效能下降 都被拿去挖矿 所以后来我们就去用Ocam 或者是你安装的时候要特别的小心 他就是安装的时候他会有个选项 问你要不要 把他的附带的建议的软体也装进去 那个地方就要把GoGo拿掉 那很多老师不会注意看就直接装进去 或是你一开始没有装 然后他之后的更新 他也会顺便把它装进去 所以有点麻烦了 所以后来我们就不用那个Ocam 然后现在如果你有上 用那个MyViewBoard 那个白板软体 那白板软体里面他也有自带 萤幕录影的软体 那或者你用克隆浏览器 他也有那个Room 他也可以录桌面录影 那网路上也有很多桌面录影的软体 那为什么我们今天会特别讲OBS这一套 因为OBS这一套它是一个自由软体 第一个部分它没有 就是它没有那个版权的问题 它是完全免费的自由软体 所以也不没有那个什么盗用那些问题 或者是你不付费 盗版 使用那个不好 使用那个序号什么之类的 不会有那些问题 那也不用花你的钱 然后所以我们就会推荐你用OBS 然后它的功能非常的强大 那包括那个各式各样来源的 它里面可以搜你的电脑所有的来源 所有媒体的来源去做录影 它也可以做直播 也可以做直播 那所以也可以叠加画面 就是你像你看很多那个运动竞技 的那个竞赛 它上面会叠加字幕 什么羽球组什么什么 啊谁比分多少 然后那个连续去左上方有一个娘家滴基金 这样这一类的东西它都可以叠加画面 那不过那个部分的操作就会比较复杂了 好那我们今天是用 只有用它来做桌面录影 所以还是蛮推荐大家就是学一套就好了 如果这一套什么都有操作也不会很复杂 那建议各位就学一套就好了 好那然后再来就是 如果你是用手机录 你的东西是在手机上面 你要呈现手机 你要录手机的画面 那手机的录影的APP 你就可以自己去找 那如果你是小米的 小米的手机它那个功能表拉下来 直接就有那个直接录桌面的功能 好那我们上课的实务操作就是你 摄影机可以直接照黑板 或者照着你的桌面 去操作这样是最简单的 然后你也可以开视窗 跟教学画面对照 那这个什么意思 就刚刚那个画面 好假设 这个是我的讲义 或者是我我在写程式的什么过程之类的 然后你开了那个 好你开了这个实务对照的画面 就把它放在旁边 好那你就可以其实就可以看到那个实务的东西 然后你就用分割视窗嘛 就把视窗并排 小朋友就可以一边看讲义一边看你的实务操作 好那这样 这样就会你录课也会全部一起录进去 好所以这样子就会比较 比较OK一点 比较OK一点 好那所以这个是 上课实务操作的部分 好那如果你是 线上 你是在电脑上面讲课直接录影的话 那你另外 你除了用桌面录影直接录之外 好啊 有的人也会用那种传统的方式 就是用你的摄影机直接照着你的 那个桌面或直接照手机 这样子也可以啦 也可以 但是唯一要注意的就是那个反光的问题 反光的问题就可能要瞧一下角度这样 然后手机录影有一个很重要的点 因为手机在录影的时候 它会自动的对焦 然后自动的曝光 所以如果你的镜头 或者那个人在前面走来走去 那个场景稍微有交换 它的焦距会重新再对焦 然后那个光线 就会因为曝光的原因 它会重新再改亮度 所以你的画面会一直黑白黑白 这样慢慢的切换 那所以这时候呢 重点就是在这个技巧而已 你手机第一次要按 要录影之前你就要长按 就是按着大概两秒钟左右吧 它就会锁定那个曝光度 跟对焦的地方 一旦锁定之后你去录影 它就不会再调来调去了 这是很多老师没有注意的地方 导致那个影片会一下亮一下暗 那就重点就在这里而已 好那另外介绍一个叫做Room It 这个软体 这个软体呢在我的 我资料夹好像有放 那如果没有的话 各位网路上也可以找的到 直接去做下载 那这个东西也非常的好用 尤其是在 那个你需要给它看细部的东西的时候 比如说这个东西很小 看不清楚 那这时候我就按一下Ctrl 2 好Ctrl 2 那我先开一下 好 Ctrl 2 那你的滑鼠就可以往前滚 它就会拉近 往后滚就会拉远 所以就可以放大缩小 然后同时呢又可以在上面做助记 同时可以在上面做助记 那助记完之后要跳出去 只要按滑鼠的右键 按两次它就回到原来的 回到原来的状况 所以这个叫这个东西叫做Room It Room It 那它是一个小 小插件 那当然这种东西 你在那个什么白板软体什么那边 也可能都有 所以它是蛮多可以用的 但是这个是蛮多人是使用的习惯上 它是比较简单 而且它吃的那个机器的效能等等 电脑效能吃的比较少 那另外有一个很重要的 非常重要的尤其是教科技教技术的老师 各位不晓得没有发现我的滑鼠比较大 滑鼠比较大 因为我们在教电脑科技的时候 有时候要教什么功能什么按钮对不对 然后你的滑鼠移到哪里去 然后你都发现学生一两秒之内 找不到你的东西在哪里 找不到你在按哪一个按钮 那所以其实我们就会把滑鼠放大 那滑鼠放大的功能在这个地方在设定 设定的那个轻松存取这里 轻松存取 然后在这个地方 这里有一个滑鼠指标 那我会建议你 如果你是专门那个做线上录课的老师 那你不妨就直接把你的游标整个变大 整个变大 但是如果你透过MIT的话 你们MIT看起来那个游标还是小小的 但是我的画面上实际上是变很大的 所以这个地方是可以去调整 调整你的游标大小 那我们在做那个软体录课的时候 游标是整个变大的 但是透过MIT他好像会去还原这个地方 这个是特别注意一下 好 然后另外 对刚刚有老师说了 那个IPEVO有另外一个软体 他也是类似白板功能的软体 那个也可以参考 那其实还有很多啦 比如说我再找一个给各位看一下 我前一阵子其实跟那个台中的 赵瀚老师有研究另外一套软体 那一套软体也是非常的方便 在这边 Point of Focus 可是他是一个付费的软体 那如果你不费事实上 不付费事实上也可以用 但是他会一直跳出那个注册讯息 那也没有关系 就是你双荧幕的时候 你就把那个讯息的那个荧幕 把它丢到另外一个画面就好了 就不会影响你操作了 所以他有一个很棒的功能 就是他会把你的滑鼠 加一个这样的一个外框 那学生就能够很清楚看到你的滑鼠在哪里 然后他也有还有其他的功能 比如说放大镜 这种放大镜 或是那个叫做 他把其他的地方都变暗 然后只有把那个 你要看的地方 要看的地方把你变亮 就是把焦点聚焦的部分 好 那所以这个是他的一些特殊的功能 特殊的功能 好 那以上是一些辅助的东西的介绍 那 不过这些都不是我们今天的重点 不是我们今天的重点 所以 如果各位要问那个细部的 要练习细部的操作 那我们就等我们今天三个重点 全部讲完之后 我们再来回顾这些东西 这些比较细部的 好 那我们就直接要进到今天的 的主题 桌面录影 我们先来讲桌面录影 好